假投资诈骗的流程 跑步出这四个步骤 拉入、洗脑、玩诈、消失 所以都会帮我记一下 我们有一次这些追扣的时候 就马上帮我们冷静想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台北市警察局新一分局巡官林之宇 特别分享假投资诈骗的四大步骤 提醒民众注意 这是由台北市政府与富邦人寿 携手合作的防诈细胞培力巡回宣导活动 从新一区开始 透过公司协力 由富邦人寿安排专业律师 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 邀请各区里长与志工们到场 进行四大防诈教育训练 希望培养EPP的防诈细胞 让防诈意识深入到每个里级社区 协助市民建立防诈观念 保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罩验警方的破误力是全国的定义 但是现在对于台北市民众因为 罩验受署了财产性的高感性命 然后我们刑署我们防诈 这个罩验案的失败案件 514件 是最后算是高的 那显然 虽然我们很努力 警察等等 我们很多民众 我们很多工夫人 大家都很努力 来防止诈骗 但是这个诈骗好像是虎孔不入 所以我们也好多想到 虎孔不入 那我们要靠我们的细胞 用细胞固然的学生 我们全身都知道 我们细胞在滋养 在我们全身 在学生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 能够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细胞一样 我们上度在我们的角落 好 我们在整个 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我们会派出我们最专业的律师 到各行政区 来宣传什么是金融诈骗 现在的金融诈骗的案例是什么 我们要怎样防止这样的一个 这个犯罪行为技术的发生在 我们会派出我们的专业精英 来跟各位市民面对面的沟通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需要的指教 或者需要的这个互相合作 都请这个极力的提供在我们当场 在每一次的这个循环延长里面 都可以提出互相的一个互动 警方进一步强调 现在诈骗手法日新月异 因此也期盼透过宣导活动 分享各项诈骗太阳与案例 让更多人从试诈做起 进一步防诈阻诈 针对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骑手法 比方说假投资 然后还有AI身为变造 另外针对这个钓鱼的假信徐等等 一些高发性的这个诈骑的手法 希望透过这个巡回一个宣导的部分 让防诈的一个尝试 另外还有诈骑集团 所经常使用的一个诈骑的手法 让民众事先的窒息 然后提高这个防诈的一个警觉 第一场的宣导活动 也吸引许多新一区里长 及社区关怀中心志工共享盛举 新一区长陈冠林期盼 里长们能成为防诈细胞 像施打疫苗一样 回到社区邻里间发挥影响力 协助身旁亲友 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我们也特别有邀请了地震局 还有警察局等等 我们在相关的单位会一起来 跟大家邀请了 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的里长 以及我们的很多里民 大概这一场约有两百多位 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防诈骗的一个课程 那也希望说大家对这个防诈骗的这些概念 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 由于高龄长者受骗比例较高 北市府与富邦人寿也期盼 在重阳禁老金发放前夕 透过巡回宣导活动 提醒银法族注意顾好积蓄 更呼吁市民朋友多多关心家中的长辈 以减少长者遭到诈骗的风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